大家好,我是楊氏羅丹診所的正醫師 我們今天來探討幾個關於電波和陰波的問題 我們收集了一些很有常問的問題 那這一類的療程基本上都是幫助我們臉部拉提回春的 它們是不一樣的原理,但是有一定程度的類似 像電波它是透過電能加熱水分子讓它震動 然後這個溫度上升之後就會給我們的組織一定的影響 譬如說它會讓我們的膠原蛋白更緊實、更收縮、更有彈性 它會讓膠原蛋白增生的更多 所以不只是打完的幾個禮拜 可能幾個月都會感覺到效果越來越好 那是因為膠原蛋白增生的量和增加關係 那這些彈性增加的效果就是我們的皮膚 可以更有彈性、更緊實、更有厚實感、更細緻 好像打了粉底的感覺 那墊波的效果是從表皮層一直到深層、增皮層 甚至這些結地組織之間的緊實都會有效果 所以它可以好像拉緊組織的感覺 那陰波可能更著重在一些特異性深層的拉體 譬如說有一些筋膜層 我們叫做SMAS 這是我們皮膚如果要做拉皮手術那些的 我們會需要拉動到的層次 所以陰波它透過超陰波的聚焦 可以把熱能凝結在更深層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們特意的想要 譬如說墨紋、螺貨線這邊 要做希望能夠盡量的明顯的集中的拉體的話 那陰波就還蠻適合這邊的拉體 這些療程會不會很痛呢? 這個也是很常見的問題 但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成員 對於這個療程其實都還蠻可以接受的 那另一部分是我們的診所 其實還有很完整的手術房 所以我們常常會碰到各種程度的麻醉 從可能只要敷麻醉藥膏 或者打絕部麻醉針到很深層的 我們需要找麻醉專科醫師 一起來幫忙做的麻醉 我們這時候其實都有很完整的經驗 在各種層次、各種等級的麻醉上 那像是醫美這一類的療程 它可能也考慮需要止痛、減痛的時候 這些經驗都是很有幫助的 就是我們的整個團隊 根據每個人的狀況 一樣有一些比較不怕痛的成員 因為這個說實在 每個人耐痛的程度 對於疼痛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但有一些也許他其實只要 敷麻醉藥膏就很OK了 但也有一些他可能真的是很緊張 尤其是也許第一次打 他可能會希望說打個止痛針 或者讓他稍微半夢半醒的感覺 這一類的 那其實根據每個人的狀況 我們都有很豐富的經驗可以做適當的調整 所以其實大家倒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對於這個療程好奇 只是卡在疼痛的話 我覺得其實蠻可以再多了解看看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除了術前的評估 包括術後的照顧 或者叫要怎麼樣去照顧 可以舒緩 或者是更快的 讓皮膚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我覺得我們還蠻完整的 所以其實在有適當的評估 這個狀況下應該是不用擔心說 長期會有後遺症 或作用的問題